2020年地方首长选举在昨天举行 疫情期间地方首长选举投票活动是如何举行的 我们来看记者发回来的相关报道 由于目前疫情仍然在蔓延 所以有投票权的公民都必须遵守 由大选委员会所制定的防疫措施 就像观众朋友们可以看到的 就在我的旁边 所有的有投票权的公民都必须洗手 除了洗手之外 投票者在投票站也必须戴口罩和保持距离 投票者在投票亭里投票时 必须戴上委员会提供的一次性塑料手套 投票后投票者还必须在已指定的地方 用肥皂或者是洗手也再次洗手 此外往年投票手指在墨水的环节 今年改成由主办方姜墨水滴在选民的手指上 另外早上八点 当个郎二号市长候选人和家人一起前往该投票站投票 对于这些防疫措施 大家都表示支持 美都新闻彭奇一号采访报导 哪一号采访报导